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有没有哪位想先说的呢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昨天的话题啊 如果有呢您就打酒 好像没有 昨天我们的景景师兄呢 他当众忏悔 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还有智慧 才能够当众忏悔 那通过他的忏悔 我们我也发现 我们造过多少次这些类似的恶业呢 大家算过吗 从小到现在我们造过多少次 就这一生 太多了对吧 根本记不清楚多少次 好 那么他忏悔一次是不是能够干净呢 我们忏悔一次是不是能够干净呢 如果造一次忏悔一次就能干净 那么我们造了多少次 你要忏悔多少次呢 想过吗 所以我们那个忏悔的力度够不够 数量够不够 也是要注意的哈 比如说一块垃圾 我们清理一次 那么你都数不清那垃圾的话 你得清理多多少次 如果你力度根本就不大 你一次只能清理一个 很多垃圾 所以我们一定要 一旦遇到这样的事 马上忏悔 一旦遇到这样的事 马上忏悔 这样子呢 让我们至少不增加那个恶元 不让那个恶果形成 大家说 这个恶果形成了会怎么样 那我们想一想 仅仅他说他非常不喜欢这样的家庭 甚至痛恨过这样的家庭 甚至连家庭他都害怕了 那他从来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家庭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母和眷属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原理就是造业造来的 是吧 好 那我们过去造业造来的 这结果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感受 很痛苦 那么从他面对这个果报开始 他又是怎么造作呢 因为他前面没学 他前面没学 我们也是那样的 甚至我们学过的 也还会那样造作 一 以前的没忏悔干净 二 面对这个果报的时候 是怎么对待的 这两大项非常重要 没忏悔干净 又继续造 我们再推演一下 他下一次 或者是后来的人生场景 会是什么样 我们推演一下他 你也能推演一下自己 我们也会算命啊 怎么算呢 不是那种迷信的算命啊 是我们自己算一算我们的命 哦 怎么算呢 就是 虽然大致的算一算 他当时面对这个果报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反应 怎么样的操作 他未来还会生在什么家 我们一起看看哈 当时呢 我记得他说了一句 他母亲 走后啊 有人提醒他说 念地上经 他不想念 他也不想帮母亲 那么各位想一想 这个可以演到果报 就是他会生在什么家呢 就是他要是有事 别人不帮他 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子 我们有事 别人不帮我们 当时他为什么不念呢 因为他说 只想自己的感受 只是在那里回忆 以往的种种不好 在那里还有称恨 还发泄 也就是说人都没了 他还在注意念着 以往的不好 是吧 这个也是我们常犯 那么这一块 我们再推一下 将来 我们会生在什么人家呢 我们身边是什么人呢 都是这样的人 我们有事 没人帮 我们一旦求谁 别人根本就不搭理我们 甚至呢还在恨我们说 你当初是怎么怎么样 你再哭 你都是死了 我也不会念你一点好 我总要记你的仇 您说我们生在 这样的家庭里面的话 是不是很痛苦 但是这是我们当时 面对果报的时候 没有智慧 直接造成的未来的命 各位你愿意 生在这样的家吗 你愿意有这些卷属吗 哪怕是父母 他也不帮 亲生孩子 他也不帮 不愿意 那我们在面对果报的时候 该怎么样呢 就这一条 该怎么样 不管我有多难受 多委屈 也不管别人对错 我应该怎么办 我要修个是什么 我们想想 我们要修什么 就是未来的命 当时他们给过我们很多委屈 但是他现在需要我们帮 我们怎么办 才能改后来的命 怎么办 告诉我 只有忏悔吗 发什么愿 很关键的点 要帮 怎么帮 最好是 欢喜的去帮助别人 欢喜的利益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扭转的话 将来我们生在了那个家庭里 不管我们做错 做错多少事 说错多少话 别人也不会记仇 也不会总练我们的仇 一定会欢喜的帮我们 您说这样的家庭 你不喜欢吗 你就想你造自己未来的命的时候 你要什么结果 你现在呢 就得把心调好 欢喜心上次说过 咱们每天一睁眼就赶紧发这个愿 也具足欢喜心 而且五根里面也有 具足欢喜心 这证明你发的愿还是太少 一定要把这个欢喜心搞出来 现在也要训练这个欢喜心 这是一个 这能保证我们 面对果报的时候 至少未来的命 我们扭转过来了 那么还有 他当初不理解 为什么生在这样的家 我记得他当时还说过 别人是说什么来着 我记得他就是冷冷的 在那里呛别人 你这样说 那这一块呢 还要跟人家对着盖 对人家给他做饭 他还烦人家 还吼人家 那么这个时候 别人是出于关心的 那么他还要给人痛苦 吼人家 烦人家 对着盖 甚至还恨人家不理解自己 你看你这样做 给我又带来了痛苦了吧 还要怪别人 也就是你们做饭 才给我带来这个痛苦 对吧 所以就这个 那么将来是什么命呢 自己身边的人 各个就是 相自己 跟自己对着干 你怎么关心他 他都烦你 你怎么关心他 他都要怪你 你怎么关心他 他都要吼你 他还要认为你 给他带去了痛苦 你愿意有这样的家 愿意有这样的眷属吗 你受这种果呢 就是现在正在感受的时候 怎么办 你告诉我 没表情就证明我们麻木一样 这个也不行 那么将来我们的卷属各个麻木 欢喜接受同时还要忏悔 我得把这个果给他忏悔掉 万一还有呢 我还得受啊 忏悔就是把这个东西 全给他挖干净 那还要就是 不管别人关心我也好 不关心我也好 理解我也好 不理解我也好 我都要给他快乐 我都要利益他 这一块一定要发好 发好之后呢 那将来我们生的人家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家人 各个都是 我们对也好 错也好 他都会关心我们 都会利益我们 这样子如何呢 是不是就转命了呢 好 还有啊 我们经纪曾经说啊 他还曾经盼着自己母亲快点死了 是吧 不骂他了 你不要管我了 甚至嫌弃自己父亲 说也希望说你 你怎么没有一起死 像这样的话 我们也犯过 不管是对谁 我们曾经也犯过 对我不好的人 你怎么还活着呢 这也是我们的共业 那么既然有这样的话 未来生在什么样的家呢 是不是 只要我们管别人 管制别人 或者是 哪怕是你为他好 关心他 为他好 你稍微管他一下 他也盼着你死 或者是我们不能动 或者是我们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 他也盼着你死 这就是我们生的家庭 和我们身边的眷属 那这就是 也是我们自己修来的命 您是说我们这种家庭 你喜欢吗 但是自己就这样葬了呀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在面对的时候 不管他怎么管制我们 或者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爱我们 我们都要怎么样呢 让他欢喜 给他关爱 甚至能够让他开心 所以那个慈悲呀 真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要练起来的 要不然你怎么改自己的命运 你还会生在这样的家 那那母亲承受极大的痛苦 大家都知道 那个癌症是很很大的痛苦 常人是受不了的 那么他 第一承受那个痛苦的时候 心已经乱了 因为他没学过方法 第二就是 他也怕死 又痛又怕死 他的心是非常非常乱 他一定是希望别人 能够给他点安慰 给他点快乐 给他点希望 但是谁给了呢 没人给 都没有人能够帮他的身 也没人能帮他的心 他就是在自己极大的痛苦 极大的失望 极大的伤心中 身心都承受痛苦中 离开的 他也很苦 那也是他的意 但是 面对这些人的时候 我们造的是什么 不但不理解人家的身心痛苦 反而还去责怪别人 你怎么还骂我 当然了 他承受苦的时候 他也在造业 那是他没有智慧 但是我们呢 我们这样造作的话 会生在什么家 就我们身痛苦也好 心痛苦也好 没人理会 反而 我们的脸色不好的时候 他们还会骂我 还会责怪我 你怎么脸色不好 你怎么说话难听 还会嫌弃我 我们又会生在这样的家 身边的人 个个都是 没人理解我们 身有苦 心有苦 反倒要求我们 那是不是 又一次 承受这些呢 甚至在父母头上 到 是不是等油果 就是每一次出生 都是这样的家庭 你害怕吗 没有人理解你呢 你再渴望 也没人理解你 因为你没有扭转 这个业 让我们能忏悔掉 哪怕是 从现在开始 坚决不干这种事 也可以 再有一个 他曾经说 别人 在他不舒服的时候 难过的时候 别人怎么说 他都是 沉默 对人 我就死不说话 是吧 我以前就是这样子 我要不高兴了 我就不说话 我就不吭声 我把我家里惹得很难过 很生气 他们就吼我 这个人真是的 怎么那么疲 他们说我疲 就是不吭声吧 跟你说话 你要吭声啊 你总要说的是 或者听到 你回复一下吗 不是 没有 是不是吭声 他们就骂我 是这样骂我的 然后呢 我还以为 我沉默是今 我是这样的理解了 因为小嘛 就犯过 以为那样做是对的 因为你们犯错了 我要这样惩罚你的 好 如果是这样 我们会生在什么家呢 到时候 我们的家庭 战术是这样子的 我们说错一点点 他们认为 我们说错了 就没人搭理我 个个都不吭声 你着急去吧 没人理你 所以我们面对这种果报的时候 怎么办呢 改啊 摊回啊 然后发愿 当任何人跟我们说话的时候 跟我们表达的时候 我们 必须 调好心态 回应别人 让人 让人 唤醒 你 种下这些 他结果的时候 还能给人 痛苦吗 那我们扭转了吗 没有 遇到这种果 也没去扭转 还在 沉默对人 沉默是君 好吗 那你以后就生在这样的家庭 那还有一条 他曾经忏悔的是什么 就是自己 反反复复的品味自己的苦 然后还想 哎呀 我怎么那么苦 我怎么生在这样的家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 我怎么又有这样的兄妹 等等 感受去了 然后呢 就找借口 都是因为你们 我才犯这样的错 好 但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 自己家庭里这些的人 个个都有他们自己的苦 而且那个苦 不一定比你少 那人家就不能流露 就你能流露 是不是 人家流露一点的时候 他就开始嫌弃别人 是吧 你看你 你怎么不像 你看你 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就流露 你不帮的时候 你也流露了呀 那像这种 也是我们面对果报的时候 不会改 好 你不会改是吧 到时候 你还生在这样的家 还生在这样的家哟 个个是什么呢 就是 以后还会增加苦 什么苦 别人苦 都可以发泄 可以流露 你苦 你别想流露 你也别想发泄 社会有一点点色不好看 个个都 真是你 抱怨 比现在还苦 你说你生在这样的家庭 会有这样的卷属 是不是很压抑 我估计啊 我活得都不知道 怎么个痛苦 那个心 内心成熟的痛苦 那么 还有啊 当时 说啊 这个 不笑啊 那个不能这样子 那个不细心啊 或者这个啊 怎么没有关心别人的 那么我们当时想啊 他当时自己的态度好吗 也不好 你想啊 他当时忏悔的时候说了 他跟他的父亲吵架 跟母亲也吵过 跟哥哥也吵过 那么他总想着啊 我压抑压抑压抑很久了 我是集中爆发的 那你想一想 你集中爆发也好 单个爆发也好 你的态度好 如果说自己态度不好 面对果报的时候总爆发 那么 未来的家庭 和眷属 各个都是 实时爆发呀 那你也承受没 不只是冷战 还要爆发 还要争吵 所以你想 一直我们不理解 为什么我这一生 生在这样的家庭 各个都喜欢争吵 那就是你以前总爆发呀 你反抗 你怎么反抗 你继续争吵吗 继续争吵 那么未来 你还要受 你还是这样的家 还是这样的战族 因为供业所感 以臣报臣 好啊 你继续啊 生生世世 你就在这样家庭待定 这还是好的 还有罪报 你还得下去 还有关起来 是不是 关完之后 还是这样的家 甚至还不如这个家 你还要 你这个命就这样 自己造定的 一旦承受委屈 就开始发泄 就增加恶业 您说 每一次的家庭 都不如前一次家庭 那是什么样的生活 还有 从这里我们体会到 总在念仇 不在念恩 甚至瞧不起父母 鄙视父母 或者身边的人 总念他们的仇望 不念他们的恩 你说将来我们的生活 是这样子的 不管你怎么好 对别人有多少好 他一次都不念 他都给你忘了 他总既然你 对他有多不好 瞧不起你 鄙视你 你就承受吧 这也是我们的果 面对的时候 你继续造 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设想一下未来的家 你真的是无可难合 因为果兑现的时候 你怎么样 你也逃不掉 你身边的人 个个都是这样子 不只是家庭 你说我逃 你逃到哪里 你只要住下 你就会面对一个人 面对那些人的时候 他就是记你的仇 不记你的恩 他就瞧不起你 他就鄙视你 你就到单位去 他也是这样 那么我们进去 忏悔的时候还说 他对家人不满 还嫌别人说话 啰嗦 那这时候呢 你想 这些业 他都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你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兑现的就是 会说话啰嗦 不会干脆理所 好 那么生生世世 都是啰哩啰嗦 说话不会干脆理 自己身边的人 也是个个说话啰嗦 这个是不是大家也烦呢 你愿意是在这种家庭吗 你愿意有这样的环境吗 个个啰嗦啰嗦 我没完没了 而且说话还没重点 你们有没有嫌弃过父母 啰哩啰嗦 哎 嫌弃了是吧 复制了是吧 好 你就等着多里啰嗦 你自己多里啰嗦 身边的人多里啰嗦 这样的环境 要吗 不要 那别人啰嗦的时候 别人没重点 别人说话那样的 我们怎么办 是啊 不止小孩嫌弃 身边的人个个嫌弃 领导也嫌弃你 这个说话怎么没重点 我要你干什么 浪费我时间吗 你说是不是嫌弃 转身就走是吧 好 你的父母 你的孩子 你的单位的同事 你的领导 各个都是怒里啰嗦 转身就走 你说你痛苦不 痛苦不 那我们面对这样果报的时候 怎么 然后 愿我早是忏悔干净了 愿我再也不去嫌弃别人 因为你嫌弃他 都等于复制他 你就是这样 你身边人也这样 哎呀 这种家庭 这种单位 这种环境 走过 好 我们今天还忏悔了 说他总在推翻别人 是吧 那将来 任人推翻我们 也很难过 从他 从他在家庭里 感受的这一堆苦里面 我们发现 他没忏悔 一直到 遇到佛法的时候 才忏悔了 那么前面 那么长的时间 他一直是反弹 不忏悔的状态 也不知道 有多少已经开花了 也不知道 有多少要结果了 因为时间很长了 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呢 那我们要是聪明呢 就得一旦遇到这个痛苦 马上给他扔 千万不要再继续 造我们未来更苦的 那个野了 这种家庭 没办法生活 他还忏悔说 他是厌恶别人 憎恶别人 甚至斜着眼睛看 这也是我们会 未来在家 或者在环境中 感受的身边的人 厌恶我们 憎恶我们 斜着眼睛看我们 能感受一下 人人斜着眼睛看 什么果报 而且是等流过 不只是锦锦师兄 还有其他师兄跟我说过 他总被骂 总被骂 那我从忏悔中听到了 就是 我们锦锦 也骂过 小时候也骂过 那么他也承受过 那你想 那你想 我们 别人骂我们 我们承受的是果 我们骂别人 就修来了我们未来 又要被骂的命了 那未来还要被骂 每一次承受的时候 抱怨不公平 怎么会给我这样的一个家 还要抱怨父母不公平 为什么总骂我 还要抱怨父母 为什么你们生下我 又不把我好好养育 为什么你们要生我 生我又不会养我 你们怎么会这样 把错全部推给别人 好 你还会生在这样的家 有这样的眷属 各个埋怨你 抱怨你 你永远做事都不是公平的 什么公平 怎么就不公平 谁让自己面对的时候 还造这些业务 那就更苦 你就会觉得更不公平 你就感受去吧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发现 我们在痛苦的果报 面对人生的这种场景 我们从来就没想过 给人快乐 只是在品味自己的不舒服 自己的难过 从来就没有想过 给人快乐 给人安慰 让人能够身心安乐 愿他们将来能够离苦得乐 没这些心态 所以我们扭转不了 我们的痛苦的夜报 我们以后的人生场景 就是那么苦 请问在座的各位 您愿意生在那样的家 有那样的环境 有那样的眷属 同事 如果不愿意 您现在就改 如果不改 照样受苦 甚至构空 这就是昨天 我们姐姐师兄 说的这些 看悔的这些 愿我们都能看悔干净 也愿我们有这样的智慧 能够改我们的命令 不要再生的这样的家庭 不是别人 是自己造 我们都体会过 自己造来 好的 那哪位还有 想说的呢 关于这一点 这是这一点上的 关于我们的命令 因为烦恼造的命令 想让自己未来的 生在一个高贵的家庭里 想让自己有一个 美满的父母 有正知正见的父母 那我们应该怎么造 您也想一想 好 在这一篇里面 一开始 就有这几个人 不是五个人 他们认为自己在修行 认为佛修行不够 你看到了吗 就是这一篇 开头这里 说你看 他这个人就不修行 是吧 他很不如法 竟敢说佛 那我们 想一想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对应 就认为别人 修行不行 甚至我们 在大众当中 有没有嫌弃过别人 说你看谁是谁 那修行 差劲得很 我是蛮对的 已经犯了 无比就这样的错 这是一条 还有呢 他们竟敢 在那里乱称呼佛 就是这个佛 善知识佛 佛他这块 称呼错了 佛都说 你就会在轮回中受苦的 这时候呢 他们没有忏悟 你看到没 佛说 你要是这样称呼的话 你会在轮回之中受苦的 然后他们呢 还降嘴 他们还降嘴 还解释 是吧 没有 听到这个话 没有害怕 没有及时忏悔 所以佛度 无比丘 他经历了很多声 为什么 佛说 你会在轮回中受苦的 就这个 但是他没有 忏悔啊 那当下忏悔的 没有 反正解释去了 啊 就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样 我才犯这个错的吗 是不是很像我们这个烦恼派 那以后我们能学个诀窍吗 假如说 啊 市长啊 后母啊 善知识说 哎 你怎么这样子 这样子会有苦的 我们马上忏悔行吗 然后不解释 不降嘴了 而不是因为你 我才犯这个错 不犯这个 因为他们轮回很多次啊 佛的每一生都要救他 轮回很多次 受苦 那这里面还有观窍 就是 佛 把我们 佛菩萨把我们救出来了 大家说 他怎么把五比丘都给度成功了 我们佛菩萨怎么不管呢 没有不管了 因为 我们在地狱受苦啊 是他们把我们捞出来 捞出来之后 地藏经理说了 说你不要再走那条路了 你应该走哪条路 但是我们没听话呀 人家五比丘当时是这样子的 反正的 但是 人家虽然有烦恼 人家听话了呀 至少有一点听话了 人家不走那条路了 至少人家还羞了一些 人家称阿罗汉 我们呢 是一句都没听 照样走那条路 所以汤汤又跳下去了 又拎出来 这是我们啊 不是不管哦 那你想一想 我们有多少次听话了 不用说别的 就现在啊 一直在学的时候 善知识说了 这一年你们要大力的降服烦恼哦 我都不知道各位 你是大力的降服烦恼了 还是在吃点杯喝点杯 在哦 真不知道 那这时候您是听话还是没听话呢 您自己想 自己检查 还说小孩不听话 你听话了 你用多大力在掺口呢 是吧 你看我们就没听话呀 就一条 小不凡的 我们没听话 就推演出来 我们就遇到佛了 遇到佛菩萨也没听话 还有一条啊 他一开始用父母的财富 去布施别人 这一条 他后来也想过 我用这么大 用父母的这个财富 来布施 其实我们也想一想 有很多人也是 靠过父母的财物来布施的 靠父母的财物布施 其实就是在替别人布施 不是自己在修自己的命啊 是在替父母 修一个未来大富大贵的命 这也可以 但是你自己没有啊 那大家有没有用过 别人的东西布施呢 那你在替人家是吧 那自己想要福 想要福报呢 你这有自己的 是你自己正德的那些个财物去布施 那个时候是你自己的福报 当然你替别人也好 你替他们发愿了 他们能不能承受呢 通过你承受 那你自己的福报呢 那么你替别人布施的时候 你有没有替人家发愿的好听到你说了 你用孩儿他爸的福报布施的 那你有替人家回向发愿吗 没有啊 就是你替人家了 也没有太圆满 那自己想修福报 用自己去布施 用自己的大心大力啊 去布施 那你替好 你替人家孩儿他爸去布施了 你用人家的东西做好事了 你有想过报恩吗 你有没有想过报恩 因为人家将来兑现的时候 也要依靠你兑现 人家对咱是有恩的 你想过报恩吗 人家对我们是有利益的呀 感激过吗 也没有 还有人家的 也没替人家发愿 也没想过报恩人家 您是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错了 那现在呢 万一要花别人的钱物的时候 您能不能替人家发愿 甚至还要报恩 感激一下 给自己这样的机会 再一个 我们自己能不能花点心力 自己用自己那块 去做一些个善事 至少你自己也能得力啊 好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 佛他每一生出现的时候 他都是在示范的 在教我们怎么离苦得乐的 他是怎么帮别人的 他是怎么牺牲自己的 但是经典里很多这样的记载 我们有兴趣吗 没兴趣 因为我们不想了多 因为我们总想了别人帮我们 甚至到现在都是 顾问啊 善知识啊 您要帮我哦 我又来求你了 我们对什么感兴趣呢 求 我们对求感兴趣 但是我们要效仿佛 菩萨善知识 牺牲我 给大家快乐 我没兴趣 是不是 大家想一想 还有 我们 吴比丘为什么比我们早得度呢 你看人家都是去找佛呀 找善知识啊 求善知识啊 您带我们 不管他求的是什么 说您带我们 怎么怎么样 那么靠他这个因缘 将来佛呢 讲法的时候 他们也会求佛 讲法 他有这样的因缘 但是我们曾经犯过的 就是 哎呀 还是佛 还是佛来找我 所以很多人都不去求的 怎么求佛 求人 会不会 也是以前说过的 我们会求人吗 不会 我们都是命令人 要求人 逼迫别人 而不是求别人 你看吴比丘去求那个 这五个人去求那个 善知识的时候 他们是求他带自己去出海财宝去 而不是逼迫啊 他是求的 他们可能说尽了那些个 善缘 增加善缘的话 总在那里 恭敬啊 或者怎么样啊 是请求你 这里他不可能说就一句 没有记载那么多 但是人家是请求你 我们是什么呢 要求你 你必须要答应我 或者我用种种方法逼迫你 怎么怎么样 这块就没有修好力 人家能遇到善知识 我们遇不到 希望大家也好好想一想 怎么练求人 好 在座的各位 您有没有给人家的小孩 试现过 这些呢 就是慈悲 有没有试现过 慈悲的神态 表情 言辞 动作 然后让他们也染上 我们的慈悲 咱也试现一下 还有他们 这块 还有最后一条 我们想一想 就是 你想 善知识 或者是 佛菩萨现世 做法师 什么的 他们有种种身份 当他们现的身份不同的时候 那么他 做的事也不同 假如他们现身世间 现身是法师 比如说我们顾问 现身法师的身份 那么他的作用是什么 他是来讲法的 对不对 法师 为我们讲法 给我们讲明白 人家就已经做到 这就是人家的任务 就是法师 那人家既然讲明白了 那 你 人家完成了 你完成了吗 你听明白以后 你做就行了呗 不 我们犯的错是 面对法师的时候 找感觉 人家本来就是讲法的 可是我们是找感觉 甚至还会用种种方式 去逼迫法师 顺应自己的感觉和要求 如果他不答应我们的感觉和要求 我们还会用佛法来逼迫法师 说 说什么呢 你不是要慈悲洗舍的吗 你每天讲 是吧 你不是每天讲要横顺众生的吗 那我现在让你干什么 你怎么不干什么 用佛法去打倒他 这也叫求吗 这真叫求吗 说我求你来陪我呀 如果没做到 因缘不够 这个果兑现不了的时候 他不想是因缘不够啊 他也不去想我缺多少 我就增加多少 不是 他反而是用佛法 去打倒这个法师 你因缘够吗 你要不够他怎么过来 那你修什么因 你结什么缘 他不管 我不打理你 是吧 你让我恼火 然后我还要用佛法打倒你 人家是法师啊 即便你有这样要求 你也要因缘与会的时候 才能兑现 怎么可能现在就能兑现 是人家不做吗 还是你因果 还没熟呢 这也叫求 这叫呼叫蛮缘 我们叶恩说了 这叫呼叫蛮缘 是吗 好的 这是我们常犯的啊 因为我们早日忏悔 我以前也犯过 在当众忏悔 清静 这是我的体会啊 跟大家分享了 我们接下来 如果没有哪位伤害的话 我们就继续学了 好吗 大安各位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善心之归妙法 寒天万节难遭遇 我听这闻得寿可 愿解如来心之意 愿以如来心之道 愿如来心之 求三宝 愿我谢众心 身口意 自然流露 伐师 伐见 伐师为伐庆见 愿我提谢众心 自然气度 如来心 如来愿 如来智慧 如来敬见 如来功德 百业心 第一支大雄 使命就诊 超比撒脉 意思 我带死未成 是佛陀帅 宋比丘强 往达雅山 从佛陀事件感冒 请了当时最著名的 其佛医生 用酥油 草用等 求制成 用汤油 供四尊服用 并以后 信价其多诱物 其佛医生 请问四尊 如何处理 让其佛供养 身重 其可 其身 尊佛所修 应封给 每位 生者 可时也 不敢 接受 可达多 其佛医生 其佛医生说 四尊 四尊 俗后 剩下的 幼 令我心 够 每位 生人 但谁也 不敢 接受 可达多 不以为 长 是有什么 他们不敢 我敢 他们 我达马的 幼 有什么 他 服多少 我 少 样 能 服多少 医生 劝却他 不行 四尊的功德 非 常人 想跟四尊 一样 服用 修化 不留 或不听 劝告 把剩下的 又到 四尊的 服用量 吃下去 可达 因为能 修化 而生病 可医生 给四尊 熬了 粥 可达多 吃到了 也要喝 医生说 还要喝 四尊的 糟 米 白天 吃的 又汤又 还没 修化呢 我达多 忙 狠的 说 什么 没有 修化 他们 我 哪里 能 修化 我也 能 修化 我 又 喝 他 强 起 喝后 体内 不調 一直 扯 囊子 在地下 翻来 滚去 大声 哭 荒子 的 胡 老 告诉 阿满 快 婆 都 专定了 可有生命归想 痛得倒在地下 翻滚一身 引电 阴影 该怎么办 阿满 对自己 到兄弟 特别光照 马上 跑到四尊前 四尊 兄弟 提婆 达多 已死亡 请 佛陀 此杯 幸福 把此 八杯的 佛陀 我立即给提婆 把说摸顶加持 并持强地说 我把说 天天加害于我 以我使罗侯罗 天天信我 在我的心中 没有任何差点 是平革的 做我心中 持续平静 以此真实意地加持 愿你的病 马上 天语 至尊严病 我打多病痛 刹那圈影 当心的 跳了起来 其多比丘 在提婆 打多 天上 他说 世尊对你的恩德 很大 是世尊的加持 使你定语 或现内的良心 埋怨道 我不是他的诱 我也不会生病 怪他 他说 我性自尊 持练 他的加持 无关系 忙不想你的状态 就文此 既请 世尊 世尊 我打多的言语 何不答 非但不报恩 而请不知恩 人而身不好 世尊 告诸 比丘 我打多 不当是 现在不知恩 不报恩 虽 也是对 我恩将口报 早以前 既已 寄近 方陵 不远的地球 天天上当 坎茶 歌草 卖草 卖草 维持 私密 生活 一直在 当上 突然狂欢 自喜 大雪 风飞 他手头 将气 冻的时候 看见一个 伤动 去爬了 进去 对菩萨 幻化的 大菩萨 虽然 身处恶道 心切 没有 坐 他平时 以 霹雷 果实 草 又为生 会伤害过 任何一个 宗生 丢付法性 伤痛后 看见 大雄 瞬间 切开了 但想 今次 肯定 难跑 被大雄 失诱的 恶因 生起 很大的 恐惧 大雄 安慰他 可就 请 不要 害怕 用 自己的 身体 温暖 他 因 大雪 昏张 七天 没有 转型 天 大雄 所有 身体 温暖 他 他 共知 水果 维持 自命 七天 后 天气 正好 大雄 盛众的 对他 说 既然 你可以 回去了 我 愿 比 想 杀我 吃 我的 肉 念在 我 对你 先的 救 父 之恩 你 不要 对 任何人 说 我在 世里 救 父 面 应 成 的 也 感 谢 严救 大恩 之类的 严慈 就 杯子 茶 下 上了 拜 到 神圣子 遇见 两位 敌人 天人 一趴在 山上 动恶 七日 荣 然能 滑着 回来 一日 上前 请问 雕夫 因果 如此 相当 讲 今后 身体 苍心 想 杀 霸雄 就对 修夫 说 你带 我们去 把那只 大雄 撒死后 给你 三分之一的 宋子 修夫 心里 痰痠着 七天中 他 到我 吃也没什么 大家 也没什么 吃的 我 害 他们去 打死 那只 大雄 到一份 后 还能 当一顿 一是 他 带着 两个 猎人 到 三分 前 用 独献 去 弄 大牛 三的 大牛 口 契约 唐柱 庆祝 为 朵 阿财 用 草 水果 为 害 他 共 因之 灵命中 欲 无奈 共生 吃 苦乐 天 因 往 七月 说 地 去 日 必 猎人 大开 行 永 体 将 奏 分 成 参会 当 救护身后 准备 领起 属于自己的 那份 咒死 把 双口 丢落 在地 别人 亲密的 问 为什么 你的 双口 会 突然 落在 地上 他 如梦 咒 说 因 我 报 赤 赤 大雄 在 西天中 告 六 我 也 因 赴 我 不用 告诉 任何人 知道 却 拜 你俩 来 把他 杀 害 肯定 赤 赤 赤 火 报 两位 列人 文言 也很 害怕 觉得 赤 雄 肯定 不是 一般 的 堂 生 吃 他的 肉 此不 因你 就将 雄 肉 送到 金堂 共养 尊重 为 罗汉 以神通 观察 警告 朱比丘 是 自详 结束 一位 大 吐 杀 的 咒 能不能 随便 持用 毕说 毕诵 持用 大缘分 撒持 慕 必有 大悲心 商界 接应共 之后 罗汉 奉 比丘 吉列人 将雄 肉 做成 一哈 凤 娘 丘 你们是 怎么想的 当时的 大雄 就是 向前 菩提 我 那个 恩 将 仇 报 的 交付 就是 现在的 提托 很多 他往期 引誓 不跟恩 不报恩 的 列统 和 历史 创卖 不思考 好 阿弥陀佛 大家都看到了 看到 斯嘉如来过去 在行普世道的过程当中的 种种风采 那今天我们又领略了一次 那 现在我问一个事 看看大家 谁能告诉我 菩萨 他修行 福德 修行 智慧 在人中 天上 是自在的 他怎么会去做 大雄呢 谁能告诉我 这个事 他怎么会去做 大雄呢 怎么可能去做 大雄呢 怎么可能去做 大雄呢 难道他有 这个大雄的叶 有大雄的叶 他怎么会吃水草啊 水果啊 他不杀生 他没有这个叶 他为什么要 呃 献大雄的这个事呢 是怎么一回事 他也躲在那个寂静处 大家想想他呢 福心之女说 他发愿了 他发愿做大雄啊 他做人不好修行啊 做天人不好修行啊 那做大雄好修行吗 那换主说 适舍法的愿力 适舍法的愿力 都要去做大雄吗 呵呵 看样子 这个问题啊 如果说你们两位 没有回答出来 其他人就不知道 能不能回答出来 呃 阿土说 度一切苦恶 那 度一切苦恶 呃 这纵生是吧 呃 那度多一切苦恶 纵生 那做人度化不了 非要做大雄 才能度一切苦恶 纵生吗 做人反而度不了 一切苦恶 纵生 患主说 同事 嗯 那怎么样的同事 才能做大雄呢 冰心 欲杰说 说佛的化身 呃 呃 呃 在我们经书里 没有说佛的化身 就是佛呃 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有一次 做过大雄 那金刚说 运运 呃 再来细一点 因为你这个运运 整个运运法 换主说 适舍法之同事业 才能感到 结的 起的 最生的缘分 嗯 有一点道理 有一点道理了 他说 他就是那个业 嗯 那他既然已经行菩萨道了 而且呢 他已经修到那个程度 难道说 他这三个道理 他还 没有清静吗 吴远说 微度众生 呃 视线大雄 微度众生 视线人不行啊 再一个 他当时 呃 渡了哪个了 呃 反而他把那个 猎人呢 那陈伯拉多 呃 给害了 他又没有见其他的人 呃 只是啊 多亏那个罗汉 呃 这个那些神众供养过 阿土说 用兽 语度 他没有 见那么多 没有 在外界 呃 活动 没有在外界活动 他是修 在那个 虽然说现 呃 大雄身 但是还在修计进行了 呃 经常说 借着这个业 方便度换 呃 好了 我就 我就不 不问 呃 不问那么多了 呃 那么我现在呢 呃 给大家提个醒 呃 我们到 犯了 发菩提心 呃 受了菩萨戒 发了菩萨愿 的人 都有这么一个愿 算是菩萨 都有这么一个愿 什么愿呢 就是 待众生 受业 待众生 受苦 待众生 受业 待众生 受苦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西区花园军 很远的在强调这个事 待众生 受业 待众生 受苦 大家还记得吗 呃 如果说大家记得呢 呃 我们想想看 现在好多人都求菩萨 求佛 呃 佛呀 菩萨啊 呃 我现在病了 呃 呃 我这业障深重啊 呃 求佛 菩萨加持 让我好了吧 呃 但是业力是不可思议的 呃 就你不受 也得别人去代受啊 呃 那 佛菩萨 无尽大悲 如果说你当时真正感应 道教的那一刹那 他确实可以把这个业 拿去 所以说好多人说 哎呀 菩萨好灵啊 呃 我 呃 最真诚的心去祈求 一多久 我好了 是你好了 是你好了 但是呢 菩萨既然有这个 带众生承受业力 这个愿 他不单单 仅仅有这个愿就行了 他也一样会去撤的 但是呢 菩萨不管 呃 去承受什么业的当下 菩萨不管承受什么业的当下 他都会在这个 顺境当中 逆境当中 不管是什么境界当中 他都安住在修行的本位上 也不失时机的去救济别人 不失时机的去救济别人 呃 呃 所以说呀 呃 在这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 有很多很多 呃 观窍里 大家要是把它都融在一起的时候 就知道菩萨是那样的殊胜 不可思议 往往不仅仅是我们异想的那么简单 往往不仅仅是我们异想的那么简单呢 呃 所以说好多人都得到佛菩萨的一种啊 帮助 都解决了自己 呃 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都得过佛菩萨的帮助 都解决了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我们的问题是得以解决了 呃 但是这个业呃 真就那么好吗 真就那么好解决吗 这好解决 菩萨就不会发愿 带众生授业这个事了 这大学花园的时候 也已经啊 学过了 菩萨都是这样发过愿的 菩萨都是这样发过愿 那当时呢 呃 我们在学那段的时候 我还记得很清楚 呃 好多人害怕 我就说了 我说你们不要 我说你们怕也不要紧 呃 我说我给你们带个头 我就敢发这个愿 可能大家还记得 或许不记得了 呃 要是不记得了 你们再反复听一次录音 就详细地把这一段找出来 你就知道了 这是真实的 一旦你这个愿力 是真实的 呃 那么将来 遇到这样的时机 呃 你就可 一定呃 会去带众生授业了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大雄啊 呃 那么这个大雄 呃 在做大雄的时候 不实际的还在 利益众生 救护众生 从来没有伤害过 任何一个众生 是那样的疏伤啊 是那样的不可思议啊 呃 所以啊 呃 大家呢 呃 最好呢 都能细细地 呃 来感受 感受菩萨的恩德 实际说的 最真心的话 我们每个人 不管你信佛 都不信佛 都受过 佛菩萨的恩德 这是你 呃 不记得了 好多人说 那不可能的 我遇到的事 我怎么会不记得呢 那好 现在我请问各位 你昨天说的每句话 你都记得吗 昨天说的每句话 都记得吗 如果说你不能 都记起来 那连昨天的事 你都不能都记起来 你还能说你 那生生世世 这事你都记得 我们今天 呃 已经过去了 这么多的时光 说的每一句话 你都记得吗 那也就是说 生生世世 我们蒙受 诸佛菩萨的恩德 还少吗 要是少的话 大家现在看看 哪个人 自然而言 能做到五界 能自然而言 不用学习佛法 就能做到五界的人 他是自己修来的人生 因为 所以五界才能成就人生 如果说你有这种 绝对习气 五界自然而言 能做好 哎 你就是自己修来的人生 但是五界不能 自然而言的 就能做好 手都守不住 哎 你说不上是 从哪一道理 爬出来的 那怎么爬出来的 那都是蒙佛菩萨的救护啊 所以说呢 各位啊 要是有时间 用用你的智慧 仔细的想一想 看一看 我们不要像皮布达多那样 做一个万恩负义的人啊 不知恩 不念恩 不感恩 不报恩 那样是不可以的 好 阿弥陀佛 今天呢 就学到这里了 时间也不早了 在一个年底 各家也都很了 希望大家呢 都能有时间的话 运用的 仔细的想一想 仔细的想一想 我们应该如何的 到达三宝的恩德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给我的成就 各位晚安 各位夜晚即下 那就先下了 明天继续的 切西 阿弥陀佛